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David Sir 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是免费的 如果你失散的话,请你重新再订阅 记得按like和点赞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又到了我们Lawrence 歌的《劫后如生记》 第二集 我本来想到去法院找包工 线个九头杂去看看 怎料那些人说 撑不住他的徒子徒孙 胡亂判刑就辞职 改行做包租工 那九头杂就当股董卖了 希望包租工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减少租租 和市民共度时间 不过我竟然有幸遇到车工 在这我再次重申 我们是在离地球九重天禁远的平衡宇宙 这里的人事物和地球相似又不同 有些人退化为动物 所以那些动物会懂得说话 叫进化人 车工就是这一类的进化人 他的名字原本叫做车大炮 你一听就知道这个名字 衰到没人有啦 自从他看过韩剧 有个名声叫做车胜炎 他就说自己和他一样 那么高大威猛 就改了名字叫做车大炮 卓号叫车大炮碎 但是我见他半米身材 除了一些胡桑之外 一点都不像车胜炎 车工说新冠肺炎是封人院 变种成为新冠脑炎 现在这个病简称叫做没脑 很多人中了招啦 病症是患者智商突然间由正常跌到变成零 完全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 疯狂抢购食物和日常用品 传染途径是经过whatsapp 和面书这些通讯院看 老炎更经过肺炎 死的人更多的 我说不怪不得那些人什么纸都抢啦 车工说迟些他们就行 义纸都抢了 我说不是吧 车工说死得人多就会啦 我说你别造谣製造恐慌啦 你是高人 为什么封人院搞成这样的呢 车工就拉我到城门河边坐下 之后就说你听过黄丝和蓝丝的 丝是丝体的丝 原本这个丝是丝带的丝 现在我说的是思想的丝 两个字可以解释为恐恐 所谓蓝丝爱国爱港 你说是不是呗 我说又好像是喔 他又说每个人来女都有两种天性 就是恐惧和爱 黄丝的人恐惧大个爱 蓝丝的人爱大个恐惧 我听车工说 现在除了假医护 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 借机搞事之外 部份真醫護不惜拋棄人道和專業精神 罷工是因為懼怕被感染 不過他們不會承認 就想了一套歪理 說罷工不等於離開崗位 是用另一種手法醫人 他們為何不辭職 就是懼怕失去工作 不知道怎樣生活 患了盲腸炎的人 恐懼的東西被人買光 他們大部份都是黃絲的人 斜工說恐懼是人通常表現出情緒化和自私的心態 遇到危險就想逃避做逃兵 以為將自己封關起來就會安全 淋一些歪理來自棄棄人 有時候又會反過來攻擊傷害其他人 充滿了負面情緒 我說恐懼是人自我保護的本能 令到自己免受傷害不一定是壞事 我們怕火就不會玩火 車工說沒錯 但是如果被恐懼放大了 做出一些非理性 害人害己的行為 就麻煩了 好像廁紙本來供應充足 但是被搶購一空的時候 有需要的人就會買不到 因為恐懼而產生的行為 會令到自己面對更大的恐懼 於是原本是恐懼的幻想 就會變成為事實 我說陳怡說 不明白那些人為何自己挖個桿 跳下去 然後就說自己很慘很慘 原來就是這個原因 那些人反修例和反23條 立法本源 亦都是出自於恐懼 就是恐共了 車工說我跟著說什麼才是真男 真男的人表現出坦誠開放 樂於分享付出治療 會撫慰人 希望和人改善關係 因為根源來自愛 首先聲明 即是說所有健康的人就是真男 因為很多人是扮男的 我說那些人怕被裝修 扮黃就有 怎會有人扮男的 他說要分辨真男和假男 不是很難 真男的愛是無條件的 假男的愛是有條件的 如果你不達到他們的要求 就會反目承受 這種人其實內裡是黃絲 我說 難怪油管KOL 罵來罵去 說對方是明男實王 車工說 每個人內心都有男和黃兩種心態 而且不是固定不變 所以有時候 藍絲也會受到影響 一時衝動去搶購物品 但是冷靜下來 就會覺得自己很傻 所以治療沒有腦 這種病毒的唯一藥方 就是冷靜 車工說有半杯水 藍絲也說好在還有半杯水 黃絲就說慘了 只是剩下半杯水 喝完就沒得喝了 現在冠狀病毒事件 藍絲就會看到 治療的人數有多少 黃絲就只看到有人死 就怕得不得了 以為下一個就輪到他 又有一種叫做 非黃非藍的人 就是適當地控制自己的恐懼 和愛心 無過無不及 不是自己說自己非藍非黃 就是非藍非黃 其實封人縣大部分人都是黃絲 因為他們心中充滿恐懼 只愛自己 我就說 都說明是封人縣 當然啦 真男和非黃非藍的 都是難度很高 不是一般人所能夠做到的 難怪得要修行 或者修道 我們之前說過監獄裏面認識的朋友 可能是真男 難道他是一個修行者 我又問車公 為何封人縣裏面 那麼多黃絲呢 這個時候 忽然有隻猩猩 聽到我們說話 就走過來說 假車公不要騙人 那間廟裏面 放的才是真車公 車公就說 我吃飯的 那他吃什麼 聲聲說 元寶蠟燭香 車公說 吃飯厲害 還是吃香厲害 聲聲說 當然是吃香 車公說 那你吃不吃香 本來以為 這隻聲聲 會打我們一身 但是車公 扎起馬 個人好像 突然間 變了兩倍那麼大 威風嵩嵩 盡顯大元帥的本色 他說 那些人因為恐懼 和缺乏拜車公 他已經死了 我才是活在人間的真人 隻聲聲 就嚇到普頭鼠寸 我才是活在人間的真人 隻聲聲 就嚇到普頭鼠寸 走了 車公又對我說 你剛才說 罷工為了治療 是歪理 那你知不知道 因為人有恐懼 才可以經驗 什麼才是愛 原來車公的歪理 都很厲害 他又怎麼解釋 封人院有這麼多黃絲 黃絲修行者 又怎麼會入魔呢 以及有什麼解救的方法呢 一大堆問題 容後再講 今天時間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 拜拜